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Gary 今天来讲一下AutoRig Pro这个绑定插件 我在之前呢其实是有出过一个视频的 但是呢最近我发现它有更新一些新的功能 然后呢也有一些网友问我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呢我就索性出一集进阶版2.0的视频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开始的部分和之前会有一些一些重复 好 在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是要感谢在B站上 大家的点赞和投币 也就重感谢这几位小伙伴的充电 大家的支持呢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了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开始了 好的 我们安装好插件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个表格 这个菜单呢我们拉到这边AutoRig Pro Smart这边 好的 我们把这个先打开 然后呢我们先选中我们要往定的身体 那选中我们的身体之后呢 我们的衣服可以先不用选 我们先选中身体 然后呢加选这个鞋子 为什么要加选鞋子呢 因为你一定要有一个物体是直接碰到这个坐标圆点 如果你没有碰到的话你可以把你鞋子加进来 如果你只选中这个身体的话 它在自动计算这个骨骼的时候会有问题 所以尽量去选中脚能够碰到地的那个物体也一起选中它 好的 我现在选中身体和脚的时候 按下这个Gate Select Object 然后选Full Body OK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就会单独显示出来我们的身体 然后呢我们在这边 Add Neck 就是加上我们的骨骼点 这边呢只要大致的放一下位置就好了 然后身体的骨骼弄好了之后呢 我们这边有Facial Set Up 这个是设置脸部骨骼的 按了之后呢会出现这边很多个黑色的顶顶 这边黑色的顶顶也是用来匹配这个脸部的 我们就是给它 还是这样子把它放在 把它匹配到这个脸部 在做脸部的时候要稍微细心一点 尽量把它放在 和你的脸部匹配的完美一点 好的脸部全都设置好之后呢我们 这边连接充价 按这边有一个1和2,这是什么,这是设计眼睛的 我们来切换到这个2这边 然后呢,这边就是要把我们的眼睛给它添加上去 我们先选中这边的眼睛的左边眼睛 然后按下这边的left eyeball,这边的小吸管 我们这个眼睛就被添加上去了 然后再按下右边的这个眼睛 然后呢,把右眼这个,按下这个小吸管 然后呢,这边右边的眼睛也被添加上去 好的,现在所有的都设置好之后呢,我们按下这边的go 我们这边稍微等一下,它会自动生成骨骼 好的,我们这个骨骼那就自动计算就好了 但是它还是有很多地方,我们需要手动去调整位置 然后我们现在这一步呢,就是手动的去调整我们的骨骼的位置 哪里对哪里对 按照你自己骨骼的这个形状 那我们在这边选第一个的话,这边我们可以旋转谷歌的这个旋转轴 我把它改成90 看一下,尽量把这个数字改成90或180度 从侧面看一下 因为我这个鞋子它比较特殊,所以我就这样子弄 如果你们自己的鞋子有自己的形状的话,可以按照自己的形状的模型 去摆放位置 手部看一下 手部的话,今天要让它们放在同一条轴线上 我们把它全选 然后呢 把它放在同一条轴线上 把手指头的位置呢,调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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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手指头弄成一个弧度的样子 如果你的测试图看上去 那个弧度是相反的话 你手指是会往反方向转的 然后呢,我们把大拇指也修改一下 我们现在放大拇指的位置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方法就是 选中手指的这个关节的部位 比如说,这个是它的关节 然后按Shift S 把我们这个3D坐标呢,把它放在这边 然后我们再选中 我们这个骨骼 再按Shift S 这样的我们这个骨骼就会自动匹配到这边 然后呢,我们下一个骨骼也是这样 因为这边是我们想要的一个骨骼位置 然后按Shift S 把这个3D坐标放在这边 然后我们把这个骨骼点选中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骨骼呢,就是放在这个大拇指的中间 如果你觉得有些不对的,我们修改一下 手臂的骨骼也是一样的 尽量把它调成0,90或180这种数值 我们来设置一下这个口腔里面的部分 然后现在呢,我要给它添加一个尾巴的控制器 我们在这边可以按的lamb里面 我们可以这边找到tail 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条尾巴 这个尾巴呢,是可以有设置不同参数 我们这边lamb option里面 我们把这个数值打成5 因为我觉得这个5比较好一点 然后must control as root 什么意思呢,这样子弄好之后呢 我在这边按一下match tree 这样呢,我们这个骨骼就会自动计算 它就会出现一套控制器 那一个基本的操作呢,就是这样子 我们的所有的角色都可以很快的 去用这套方法去给它绑定 现在呢,我要介绍一些它比较更高级一点的 应用方法 首先还是我们看这个面板里面 那我们这个骨骼弄好之后 我们是可以再修改的 我们按这个edit reference bones 它这个按了之后呢 就会回到我们的骨骼之前的这个模式 好,我们就可以再修改 那首先呢,我要给它加一个刺激控制器 我们在这边secondary controllers 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刺激控制器 我们找到这个 选中这个之后呢 我们所有的骨骼都会给它添加一个刺激控制器 这干嘛呢,我们之后再来讲解 那当然我们这边是可以添加很多不同的骨骼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添加一个bally bones 这是什么东西呢 它就是一个骨骼 那我现在用它来干嘛呢 我现在要用它来绑定我们的帽子 当然如果你剩下其他配件的话 也是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绑定 你可以测试一下这边不同的那个 谷歌的一些预设 你觉得哪个 哪一个预设更符合你想要绑定的这个东西 可以直接就拿出来匹配 然后呢,我把这边的参数呢 给它稍微修改一下 然后给它这样子 位置摆好一下 我们首先按住这个谷歌 跟谷歌 然后再按住头部的这个谷歌 按Ctrl P 来这边 Keep Offset 好了 这样子呢 我们这个谷歌 帽子和这个头就是连在一起的 好了,现在呢 我们来讲解一下 怎么给手指头加上IKFK 可以切换的一个控制器 如果你在做跟手指有关的细节的一些动画呢 我觉得这个控制器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首先选中手指头的这个谷歌 随便选哪个都可以 然后来到这边Lamb Options 点开这个 到下面有一个FingerIKFK 点击这个 把这个谷歌打开之后呢 我们再按OK 我们现在 再按其他的谷歌 其他的手指谷歌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也是已经被添加上IKFK 这个时候呢 我想再加一点其他的东西 据说这个脚啊 我现在串了这双木鸡 我想给他 我的脚指头呢 也给他加一点谷歌进去 怎么办呢 我按这个脚的谷歌 Lamb Options 这边你看 它有很多脚指头的这个选项 它这边都是显示 没有勾选的 我们现在把它勾选住 勾选住之后呢 我们按OK 左脚就添加上了五个谷歌 但是右脚没有 那怎么办呢 我们把右脚也给他 嗯 同样的操作来一番 好 OK 那这样左脚右脚呢 都添加上了一个脚指头的谷歌 然后呢 也是和手指头一样的 大概再放一下位置 好了 我们都把谷歌的位置都 放大概放好之后呢 我们再按这个Match to it 好了 这时候呢 它出现很多控制器密密麻麻 对不对 哦 这边 左手的IK控制器添加之后呢 别忘了添加那个右手 它这个还 还不是自动的 OK 好 那这样的两只手都有IK 可以切换了 好 那我们现在生成很多控制器 很密密麻麻 怎么办 我可以 按这边 我可以有 主要一级控制器和二级控制器 那现在呢 我们这个 所有该要 需要做控制器的地方都已经 呃 设置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要把这个模型和这个 控制器蒙体在一起 我们怎么动呢 我们就是 把所有的衣服之前隐藏起来 先打开 全选所有的 模型 再加选我们的这个谷歌控制器 来到这边 skin这边 有个bind 按一下 也是稍微等一会 好 定完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门 自动这个 蒙起呢 也是 也是很不错的 好 那我现在来介绍一下 这套谷歌的使用方法 它基本的一些使用方法呢 我在之前这个视频里面有提过 那有兴趣的话 可以过去看一下 那现在呢 我讲一下它一些 新增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这个手指的IK 我们现在这个手指是在IK的这个 模式下 我们点中这个手指头 前面那个小绝呢 我们切换到Tool这边 这个小菜单就是IK的一个 控制面板 然后首先看第一个 就是IK和FK的切换 那我们按下这个 这就可以 所以这个手指头 现在就是 FK的状态 我们可以转动这个手指 那我们现在 以这个中指来做一个参考 那我们再过下去呢 这个叫 Snap root chips 这是干嘛 对 比如说 我们这边 给它 给它 用成1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无名指 它这边是0 看一下效果 A 这就是两个不同的效果 然后呢 我们来动一下上面的迹象亮 主要的不同呢 就是它的这个 前面这一段的那个旋转 大概看一下就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按按了这个小指头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边 好的 我们现在来按这个小指 小指 按一下这个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移动这个手掌 它手指都是固定住的 对不对 好 那我现在再来按一下这个 诶 我这个手指呢 就已经 按跟着那个 手掌一起动了 好 那我们再来 再来按一下 看这个手指呢 就固定住了 接下来还有一个 比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嘴巴的一个 控制器 我们按这个嘴巴的 这个控制器呢 我们这样子可以 给它做一个 张嘴的一个动画 但是呢 它这边新填 新填了一个这个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把它打开 打成1 那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不管怎么去移动这个嘴巴 它都是一个明嘴的动作 好 我觉得这个 这个操作是蛮 蛮有趣的 Ellip Stretch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嘴巴的一个拉伸 要把它 打开的话 给我们开开的吧 这样子有一个变化 如果打成0的话 我们张嘴的话 它就完全没有变化 如果我们打成5的话 就会 往里面塑得很 很紧 就像老奶奶一样 这边就自由去调控 打成1的默认值 好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手臂的这个刺激控制器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啊 我们 添加这个刺激控制器 之后呢 我们这边会多出来好多的 这个控制器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干嘛的 不是吗 我们可以把我们手臂啊 做成这种 柔软的形状 有点像二维卡通的效果 那这样呢 在我们K动画的时候 我们首先我们可以给它做出比较夸张的动作 几次呢 我们如果要修复一些bug的话 这也是很方便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 比如说我把脚这样抬起来 那我把这个 这边呢 有点穿插 那我现在只要 动一下这个 控制器 就会可以稍微修复一下这个 嗯 穿插 那我这个脚呢 也可以做一个比较夸张的动作 这对于动画师来讲呢 是比较方便的 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觉得有帮助的话 就请关注这个频道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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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